大家好好久不见 其实我很久不拍视频原因 不是因为我没有拍是我有拍 但是因为手机啊还有电脑一些原因 反正就是上传了但是后来就找不到了 所以再后来我就因为试了很多遍嘛 然后再后来我就放弃 我想说那不如就再过些日子 但是就是因为工作啊什么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然后都还没有说拍新的东西出来 因为想说再等等再等等就这样子 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然后很抱歉 好希望这支视频可以顺利上传 然后今天这支视频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今天的妆化的事实上不算浓 原因是很简单 因为我的眼睛起了一个小的那个水泡 所以就是戴了个眼镜 没有戴隐形 然后也没有弄睫毛啊什么眼影都没有弄 因为就是起了个泡嘛 然后就是怕他会破啊什么的 很抱歉 然后这支视频主要想要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所以今年可以回去过年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 那当然就是要给亲戚朋友带一些伴手礼 那我之前上网有做过一些功课 然后发现讲书从美国回国 怎么讲送伴手礼的很少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这支视频就来拍一拍 我回国会带哪些伴手礼给大家 然后之前看某位YouTuber发的就是他 我忘记是谁的视频了 然后就是说他回国的话 会把就是每家的亲戚朋友 然后分成一个大礼包的形式 然后里边会有不同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idea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这次我回国也是这样 就是买一些小的东西 然后首先不会占我行李箱很多地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价钱上不一定要多么的贵 多么的奢华 但是新一道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是想说那就买一些小东西 那主要的呢我是把大家 就是我要送礼物的对象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女性 就是比如像跟我同龄的朋友啊 然后姐姐嫂子们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 妈妈年龄层的阿姨们 然后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这些都归为女性 然后还有就是男性 就是像我爸爸他的朋友啊 然后还有家里的亲戚啊 什么的那些男性 然后分为一类 然后第三类就是分为 嗯 叫做儿童 儿童类 就是比如说像 嗯 侄子侄女儿啊 然后还有刚出生的一些baby啊等等 嗯 因为我 我现在很多哥哥姐姐她们 就是有 这两 我有两年多没有 两年半了嘛 没有回国了 然后这两年半发生很多事情 就是 我有很多哥哥姐姐们 就已经有了第二个baby了 所以 那就是要送一些 给这些小朋友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就是想到了一些 OK 嗯 给大家 嗯 按类 按类别来 给大家展示 我的东西吧 首先是 嗯 女性 女性的 然后 嗯 我没有 我没有按次序 我就是这样 大概两大袋嘛 所以我就是拿到什么 就说什么 好吧 然后 嗯 首先就是 蜡氏家的 蜡氏家的东西 然后 嗯 我买了一款这个 yes 这个是 嗯 身体的那种 butter 就是涂在身体的那种 然后 这个我回来要包一下 因为 嗯 防止会在 你知道行李箱里会有味道 所以呢 嗯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送礼的 这个 这个是大概 多少美金啊 多少美金啊 十块钱 十美金 就是税钱 嗯 然后再根据你当地的税钱 然后你尝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样一块十块 十刀 所以就还蛮合适的 而且能用很久 他们家的东西都可以用很久 这点我就是比较习惯 然后 呃 这个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呃 我没有买那个小红帽 因为小红帽 我真的很有名 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不太喜欢 所以我买了这个 这个 也是一样是洗头发的 但是它是 呃 就是 呃 薰衣草的 然后我很喜欢薰衣草的味道 所以 我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然后我买了两块 然后可以送人 它的 价钱是 嗯 价钱在哪里 我看看这个 9块多吗 对 9块多 所以这就 还蛮合适的 这个 然后也是十块钱买不到 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哦 这个是芒果味道的 芒果味道的那个 哎 芒果味道的这个是什么 好像是泡泡的 是 还是什么的 还是什么的 对 然后它这个是 呃 这个也是 哎 没有 这个是四块多的 然后这个也很实惠 就是味道很好闻 其实你闻到之后都会 你知道就是想要吃的那种感情 然后 这也是GES的那个 刚才那一块 这些都是可以送给女生的 然后 还有这个护唇膏 这个 不是在LUSH家买 这个是在Sephyr买的 然后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玫瑰的那个护唇膏嘛 然后我也有在用 好像是 多少 呃 六块吧 六刀 睡前 然后它有不同味道 不同 状的 有那种 呃就是可以旋转的那种笔状的那个 那个好像 那个是七块好像比它贵一点 然后但是就是很好用 OK 这些是给女生 嗯 LUSH家的 然后 男生家的 呃给男性的我也有 就是 LUSH的 一会我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是 呃 维密家 就是维多利亚秘密他们家的这个 小化妆包 它是十二刀 然后它这个不光是一个小化妆包 它身上里面可以放钥匙 然后带一个钥匙链这样子 就很好看 然后 而且这个是经典的那个格子嘛 所以就大家就很喜欢 女生啊什么的都会很喜欢 像我同龄的女生也肯定会很喜欢 所以你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啊 什么就是特别好的那种姐妹都可以 然后 维密家最近在搞活动 所以像这个的话 会有百分之六十OFF 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多这样子 所以就很划算 然后我就买了好多好多 然后大概都有五个左右 四五个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花色也是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就稍微 你知道 有点个性的女生 你就可以送他这个花色的 然后 这个也是里面带条链子 所以就 就这个很划算啊 你就买几个 然后就随便送人家 我化妆品类买的很多 我因为化妆品类我都是买了很多开价式的 呃 品牌的化妆品 因为美国开价式化妆品又好用 然后又 怎么讲 就是又好用又便宜 中文叫什么 凡士林 凡士林 凡士林家的玫瑰味道的 然后 这个很便宜 这个 两刀 不到 一刀 好像是一刀两刀之类的 就特别便宜 这个更便宜 这个是尼维雅的 这个送人 很好 你看他里面是拿锡纸封上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别人会觉得 啊你送了一个我用 你用过的东西给我没有 而且他的味道 我好喜欢 就是小时候的那种 呃 叫什么 润肤 雪花糕润肤霜的那个味道嘛 然后他这个 30毫升的这个是 呃 0.97刀 就是 特别特别便宜 所以就 你知道 很好用 然后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也是 我也是看 我也是看 网上的介绍的 所以我才 开始去尝试着去在他们家买的 就Kiko家的 他们说 呃 开架当中他算是 不错 他虽然不算开架啦 因为他跟 麦克家差不多有自己的 呃 点铺 在帽里 这种 然后 但他比麦克要便宜太多 他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一只 呃 唇线笔才 九刀 然后很好用 这个是我自己要用的 但是 我觉得如果好用的话 我不会 呃 怎么讲 吝啬于就是 我可以考虑送人这样 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色 这样子 看到了吗 很好上色 然后 很好看 然后 九刀 然后 而且他还 背面带一个就是可以 呃 刮 呃 这个叫什么削笔的这个 然后同时他还带一个 这个 就是 这个就是用来比如说 啊你觉得你这个线太过于 那个什么了 你就可以把它弄掉 就是 把它弄 弄柔和 所以 就 很实惠 而且他 都是有独立包装的 这种 然后 我觉得这个 酒刀还蛮 难 值得考虑 而且他家的 唇笔一直都是 我看到很多 达人都在推荐 嗯 嗯 然后 刷子类是我自己要用的 但是 如果你周围有化妆达人 你可以给他买 Real Technique家的刷子 大家都知道很便宜 才 就是 十刀 所以就 又好用 又 又是美国的推荐的东西 干嘛 不去考虑呢 对不对 嗯 这个 这个我身上也是自己用了 但是 我觉得可以考虑送人 就是 奥兰亚 加的 然后 这个是多少钱 八 块 对 八刀 所以就很实惠 你就送人都不会心疯 然后 这个是我的那支用完了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花一点小钱 大概 十几刀吧 然后送人就是ok的 美宝莲家的那个 concealer 然后 呃 这个是露华农的唇蜜 这个可以送人的 然后 呃 十块 十块钱 就是很实惠 而且他他家的我都很喜欢 是因为真的是很好用 这个 在开架式产品当中 唇膏 我对唇膏要求还蛮高的 就是第一不能够有色素的味道 第二就是颜色不要那种 嗯怎么讲你涂到嘴上之后就很干 一般会显纯纹什么的 然后 他们家都不会 而且很好上色 就是很好 这个也是 使刀回用 所以就 就这种东西就可以买来送人 啊 这个我买了很多只 就是 这个是 小蜜蜂家的 就是那个 呃 Earthbeats家的 然后 呃 我有一只开了的 可以给大家 一会 一会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开了 就是我今天上 嘴上的这个 就是 嗯 这款 然后我买了很多只 都是买来送人的 因为价格就还可以吗 8块 8.99刀 还8.95刀 然后 嗯 你算上你们当地的税 就大概10刀以内 所以就很划算 而且 就是 他家都是 以护唇膏 著称嘛 然后现在有这种 就是唇膏 所以我觉得送人 大家肯定都会很喜欢 然后 还有就是 呃 Nix家的这个唇膏 这个 是 才5刀左右 而且颜色很好看 都是那种 嗯 诶 拍出来有点粉 但事实上是那种红 偏红色的 没有那么粉 OK 对这个袋子的 就OK了 然后 还有 我买的大部分都是化妆品类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化妆品送女生是绝对不会错 有 然后 这一袋剩下的东西也是刚才介绍过的那种 然后 这一袋 嗯 先拿小单子 这个 三个 这三个 这三个是 呃 也是 刚才 就我说的玫瑰 玫瑰护唇膏加的 然后 我刚才不是说单支买你要是在SAPPER或者哪里买要7刀左右吗 那这样的话它是三连装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是15块钱 相当于一只只要5刀欸 所以就很合算 而且都是经典还有新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就是 真的很合算 但是这个要在 呃 他家买 才能买到 就是这个 化妆品店才能买到 因为 呃 目前为止我在别的地方还没有看到 这个三连装 可能Tarkey会有吧 但是要找的 然后 都是经典的三个 而且是新的 这个也有 所以我觉得就很划算 然后就下手啦 然后 还有 什么 看看 也是刷子类的 然后 还有这个 就我刚刚说的这个也要买 ok 接下来 哦 这个 这个当中 世上的男生 有男生的 我都会回来再说 好 还有这个 也是梅蜜家的 然后 一支12刀 然后现在也是有特惠 好像是50% off 还是60% off 然后 呃 就是有不同颜色的 然后他这一款还带一个这个钥匙链 所以就很好看 然后又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OK OK 然后 还有 哦 这个 这个 嚇到我了 这个 实际上我是 我是在target买嘛 然后 然后 我就看到了这个新出的这个 这个 这个彩盘 它是这样的一个彩盘 然后呢 我就想说 哎呀 我也不知道他多少钱 我就想说那我 就是 不如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 然后 结账的时候让人家扫一下看一下 然后 便宜的话我再买 所以呢 我就放在购物车里 然后结账的时候我就跟人说 呃 帮我查一下大概价钱是多少 人家一扫之后就跟我说 十刀 我当时下个刀 我就说 什么才十刀 新款 最新款 新出的 然后 很便宜耶 而且什么都有 就是 不知道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它还附送小刷子 就很贴心有没有 然后还有这个眼影刷 然后 还有唇蜜 还有一支眼线笔 就是 就是很贴心 然后 然后把这边打开 看见吗 这个是高 哎 不是高光 这个是那个小小海绵 就是很贴心 而且这边是皮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这边是皮的 这边才是海绵 所以就 就 你买来送人也好啊 你自己用也好啊 就都是很贴心的 然后 这边是高光 所以我就觉得 十块钱也太夸张了吧 太好用了 就是太 不是好用 就是 我还没有用 但是就是太 让你觉得很震惊才十刀 然后 它有两个色系 一个是这种粉色系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稍微烟熏 哎 不对 这个是烟熏的 对 这个是烟熏的 反正就是有两个 它就只有两种颜色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比较一下 然后你想要送人啊 自己用都是可以 才十刀好便宜 然后 接下来 因为我的行李箱 这次比较满了 因为 我现在在收拾嘛 已经有一个行李箱 就满掉了 原因是因为 我 我两年都没有回去 所以我有太多东西 要烧给我爸妈的 然后 只有另外一个箱子 才有一点点小容量 可以烧给 就是亲戚朋友啊 这样 然后我都没有 我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目前为止 没有地方放我自己东西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是ELF 这个是送给我妈的 所以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ELF的那个 就是 这个叫什么 美容笔吗 就是弄 弄眼睛的 然后 它带滚珠的 这样子 然后出来的是那种 叶状的 然后 就是 很便宜 这才三刀 你就算 买来 怎么讲 呃 只是让老人 不能说老人家了 但是 就只是让他就是 看电视啊 或者什么时候 这样子滚一滚 身上对他的皮肤啊 也是有一点点按摩效果 然后 而且 EF家真的是开价时当中 我特别推荐 去买的 因为 这么便宜 但是他东西又不是说那种 便 都说便宜美好货 但他们家真的不是美好货 他们家真的是好好用 就是在那个价钱上 真的是可以给你 嗯 surprise的那种 效果 然后 欸 还有什么 哦 这个是我买来自 因为我的行李箱 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 但是如果你的行李箱 够 放 或者说你的行李箱 还蛮空的话 我实际上蛮建议你买这个回国 给家里人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真的是 嗯 在我看到过的洗发 或者说润发品牌当中 最便宜 但是又最好用的 然后他分很多款吧 然后这一款是 就是滋润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防 呃 受损修护好像是 反正就是有很多款 然后大家可以买来 就是 呃 润发当中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而且味道好好味 嗯 看看还有呢 呃 呃 女生的就 就这些 然后 接下来是男生的部分 刚才我说了 那是加的 有很多是给男生买的 就男性买的 一个是这个 呃 就是那个 用来刷牙 然后帮你清洁牙 是跟牙膏差不多 但是他不是牙膏 他就是 那种 你知道 一个 一个的那种 嗯 现在打不开 但是 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然后你就直接 弄在牙上 刷他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买来送给男生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几款 这几款 这两个味道 都是 呃 店员推荐给我的 就是 买给男性的 一个 这些都是可以 适合送给男性的 所以 都是他店员推荐给我说 适合男性 或者说男性买的比较多 就是这几款 嗯 然后 还有 这边 男性朋友有什么呀 有车 所以 自然而然 要给他们 买这个 Yanky Candle 的这个 然后便宜嘛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家会搞促销 就是 呃 好像是 什么混着买多少钱 就是会有促销 三个十五刀 就是那个 那种促销活动 哎 四个 四个二十刀 OK 然后可以买这种 这种挂着一个的 或者是买那种 就是 就是那种 呃细条的那个 然后好几个的那 反正这些混着买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 世上男女都可以用了 这个是 呃 那个叫什么 best 呃 best and body works 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就是喷在枕头上 他是薰草味的 我特别喜欢 就是 呃 你比如说出去 去酒店啊 或者是 嗯 你借助在别人家 然后 你知道就是 如果枕头的味道不对 或者说枕头的味道是那种 洗 就是洗衣粉 或者什么的味道的话 你身上是很难入睡的嘛 那你就可以喷这个 然后在枕头上 它就会有那种薰草味 味道帮助你入眠啊什么的 而且也不贵 这个一瓶十刀 嗯 嗯 然后哦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也是他们家的 就是那个免洗 免洗的洗手液 然后他现在新推出的是这种 就是像个 小 怎么讲 就是是变成那种小椭圆形的这种 形状 就是不是之前的那个了 然后变 包装变成这样的 然后 有这个 专门给男士的 就是 是那种古龙水味道的 所以你就可以买来送给男性 你知道 就是 也是可以分发在你的那些 嗯 小礼包中啊什么的 ok 嗯 嗯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就是 俗称 爱马仕 的那个牙膏 然后 这个我是在 Sephyr官网上买的 因为他店铺没有这个set 这一个set是 30多刀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啦 我忘记了 然后 他 就是集合了他所有的 味道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把它拆下来 然后送给朋友 然后装在他们的小礼包里 就很合算 因为这个牌子的牙膏 就是大家只要上网一查 就会知道他是什么 Liveau的那种牙膏 所以 不会有人会挑 你说啊你为什么要送我牙膏而已 你知道 不会出错的 ok 然后 哦 对我忘说了 因为Sephyr家 之前一阵子不是在搞那个八折活动吗 然后我就买了很多东西 其中就有这个set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这一set 就很合算 然后有一个set我已经开始用了 然后另外还有几个我都还没有动它 是因为 我觉得可以这次回国带回去 但是不带盒子了 就是拆出来一个一个的 然后放在我的化妆包里 然后就可以送人 因为里边的都是经典的 经典的怎么讲 品牌的明星产品 而且每一个真的都是 量都不少 就是很多事实上都是属于full side的 像 像这一个啊 然后这个 这事实上我有买同样的一个 我已经拆掉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欠币的这一个 这就是一个full side的高光笔 所以就是你这些你送人都不会出错啊 然后而且大家一看都会说哇 做的都明星产品都好用 对不对 就证明明还有我新的那种 嗯 ok 然后接下来是小孩子的类 小孩类的话是上 嗯 就是衣服类的嘛 如果是他年龄大概是在十 岁左右 或者是他已经上 小学啊 初中啊等等 我觉得送衣服是最实用的 但是呢 因为避免就是可能 啊怎么讲 天啊这好乱 就是避免他的 size你不清楚的话 我会建议你 首先你要了解他的身高和大概的体型 不然的话 你买小了或者是买太大 就是你知道都不太好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一身 登登 这一身是什么呢 就是Juicy的那套运动酸 有没有感觉很贵 但事实上他好便宜 才二十刀 在哪买的呢 在TJ Max 然后他原价78刀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如果想要买 你就去什么TJ Max 什么 Marshall 什么就是类似于那种打折的 的那种卖场 这样的话你就是 又买到好东西 然后又很便宜 所以 你的家里人就会觉得 哇 你花好多钱 但事实上没有花很多钱 然后 就这个 还有 还有像男孩的话 你就可以也是可以给他买衣服 但是 中国现在那边很冷嘛 冬天 不像我们东北这边 这边现在 就是美国东北部这边 事实上很暖 今年的冬天太暖了 就是 下了异常雪目前为止 所以就太暖了 我们都没怎么穿上 你知道很冷的衣服 但是 中国不一样 中国一定要买冬天的衣服 才会让人家觉得 你不是在买那种 打折处理品 然后 我就是给男孩的话 就会买Tommy家的东西 但是 Tommy Tommy在美 在中国也会卖很贵嘛 可是 Tommy在美国也不便宜 如我说你是在正价店 所以呢 你就是也可以去Marshall 这种地方 然后这样一件毛衣才17刀 有的时候它会更便宜 如果在打折区的话 所以 但是你就是 它实际价格 要45刀 你可以把这个原有标签留着 然后把打折的那个标签撕掉 你知道就会显得很 你知道 所以 像这种东西 你都是可以买来送给小孩子的 哦 哦 还有 事实上还有就是 这个是我快来送给我们家两只狗狗了 那我家两只狗太喜欢玩玩具了 尤其是其中一只 就是 每天要到处叼着它的娃娃 而且它的娃娃已经是 我觉得在中国我的娃娃不如它的娃娃多 然后 这个就是那种带Barko的那种玩具 然后 因为有一只狗狗很爱玩玩具 但是另外一只狗狗就不爱玩玩具 它只是爱 就是去 你知道看着那只狗狗玩玩具 然后它就会登登登跑到它旁边 然后这样子看着它 然后或者是就是趁那只狗狗不注意的时候 它去抢过来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也给它买一只 可是它又不怎么爱玩 所以我就买了一只小的给它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一大一小 而且都超便大的才五刀 小的好像才三刀 对小的才三刀 大的才五刀 也是在Marshall啊什么之类的地方买的 所以就这样很合算 然后呢 我不是说有一只很爱玩吗 它因为真的很爱咬那种声音出来 所以呢 我就 它就特别爱咬这种 就是大概二十个或者是十七八个那种 就是全部都是这种 刀口的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它就是大概是十三刀嘛 然后呢 你就可以给它买这种 而且很便宜 这个我花了十三刀 然后 事实上你要是在那种打折的卖场 或者是有的时候 groupon的那个网站上买的话 可能会更便宜 但是因为我实际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然后我也懒得去找 所以我就在 呃 所以我爸妈说已经被他弄坏了 所以我想说那这次回去就再给他带一个这个 呃 education store 还叫什么 就是 它那里面卖的全部都是那种 给 在 上小学 或者是说 学前班的同 呃 小朋友的那些什么科教书啊 呃 或者是那种什么练习册啊 等等等等 因为我不是有很多职女职次 然后他们已经上小学了嘛 所以我想说那不如就给他们买这种 美国当地的这种练习册 如果你箱子有地方 然后或者说重量 呃 箱子重量允许的条件下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参考 呃 其实我觉得送礼这个东西吧 不是说在于他的 价钱多么的昂贵 才能体现出来你的心意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在你在买这个东西的之前做的功课 还有就是在你去为了送给你想送的人 然后你去找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是更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你的礼品很便宜 但是他能体验出来 你真的有用心的在去找 或者说你真的有在为他去挑选他适合的礼物 我觉得他应该会特别开心 所以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回国的时候 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礼物 也能买到就是你想要表达的 表达你心意的那种礼物 然后就这些 希望大家2016年能够一帆风顺了 然后不知道今天的条件有不允许我再拍一支视频 如果我再拍一支视频的话 应该也会在近期内上传给大家 好啦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